美股收谈众生响起投资人继续消化连准汇利率线索 十年期公债值利率创七月以来最高 科技股领涨美股主旨九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走深 看似美股今年涨势惊人 但一项股生巴菲特最青睐的市场指标却出现警讯 该指标也称为市值与GDP比率 也是巴菲特推动的股票长期估值指标 巴菲特的波克夏公司表示 若该指标设定为百分之百是合理范围 但若在百分之七十或百分之八十时 可能代表股票很便宜 但若接近百分之两百时投资者就不该玩火 不过截至九月二十七号巴菲特指标已来到百分之一百九十六点九 高于上一季百分之一百九十四点九 再度显示美股恐有回挡风险 外媒报道目前美股占全球总市值的比重已接近五成 是二零一八年金融危机后的两倍 从市值观察 目前美股市值已创下新记录 达57.4兆美元 股神巴菲特一举动受到瞩目 尽管美股创新高 但巴菲特指标已攀升近百分之两百 引发市场对股市可能涨过头的隐忧 斯坦尼新闻099报道